太阳公公若隐若现 虽然被厚厚的云层给遮住 但是依然不减海滩上热情的民众 7月30号凌晨4点开始 泰玛里乡著名的曙光园区 吸引了近万名的民众以及游客前往 一堵热气球的魅力 热气球升空 6颗热气球跟着音乐以及节奏不时的摇摆 而这场光调音乐会漂亮展球 也正式宣告2016年泰玛里乡金针花季 8月1号正式开跑 很欢迎今天所有的游客 来到泰玛里的曙光园区 这个热气球光调音乐会 那也是我们金针花季的一个开幕活动的开始 那我们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在8月1号至9月11号 我们有赏花专车 不过要先预约 那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化我金针山的一个彩绘比赛 收建日是在8月20号以前 欢迎大家来共襄盛局 那我们会有两场的嘉年华会 第一场是在8月20号 地点在中正堂 那第二场是9月3号 也就是我们这个彩绘比赛的颁奖活动 地点在这个紫云山庄 那现在金针花一直在陆续盛开 那欢迎我们各位游客可以合家 来到泰玛里金针山旅游 泰玛里乡的金针山 一年四季有着不同花旗 不同的主题 是泰玛里乡重要的观光顺地 花季期间在交通上 除了有安排预约接送的赏花专车之外 若是民众自行开车前往 也有完善的交通管制 金针山还是会有部分的路段 采单线通行 那只要配合我们警方的一个交管 我想一路还是可以平安 那请大家就是到金针山 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 那我想金针山 除了这个金针花之外 我们也会有樱花 也会有这个百合花 也有绣球花 欢迎在四季 不同的季节 可以来到我们的曙光园区 来到我们的金针山 来到我们的金轮温泉 来到泰玛里的多辆火车站 欢迎大家 泰玛里乡长陈振钧表示 在炎炎夏季旅游 避暑兼距非泰玛里乡莫属 若是错过了金针山 非常可惜 欢迎大家能够忘却 值钱风在带来的不愉快 欣赏金针山的望游花海 也别忘了支持农民 消费当地的农特产品 度过美好的暑假 动态新闻林婉珍 赖嘉玲 泰玛里乡采访报道 哇 谢谢 好 同事我们今天 谢谢大家